各位好,马上要开学了 很多同学和白领最近私信我 笔电买Wing还是Mac 苹果本买Air还是Pro呢 刚好前段时间苹果送测了2019款的MacBook Air和Pro 这一代MacBook有什么看点和潮点 它又是否适合你了 送测的Air和Pro配置都是16G内存加1T固态的版本 售价分别仅为14985和16085 区别在于Air的处理器是i58210Y Pro的处理器是i58257U Air的集成显卡是617 而Pro的集成显卡是645 2008年的MacBook Air一发布就惊艳事人 但把过去十多年的Air放在一起 一般人根本无法分辨新旧 就像是你分辨不出来谁是大娃 谁是小娃 谁是妙娃一样 2019款终于带来了变化 全面屏和高分屏的观感加分不少 屏幕色域相比18款提升了48% 还加入了原材显示 叠式键盘升级到了三代 虽然我并没有感受到多大的区别 其他均于2018款一致 而Pro除了原材显示和第三代叠式键盘 还全系良心地加入了Touch Bar 主频从2.3GHz提升到了2.4GHz 牙膏横久远一支 有牛船 MacBook Air 2018款9,499的起售价 当时让很多消费者大呼 不如买Pro 19款主动降到了8899 而Pro起售价也从10200微降到了9999 这代的Mac有哪些槽点吗 首先是闪存的读取速度 从2GB每秒降到了1.3GB每秒 写入速度从0.9GB每秒提升到了1GB每秒 虽然1.3GB的读取速度不低 也完全不构成短板效应 但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 其次是128GB的这个起售类存 对于现在很多国产厂商 256GB起不学 非要和姨妈金苏菲 做128GB的好机友 256GB其实都勉强糊口 128GB真心吃不饱 都是定价大师 惹不起惹不起啊 但为什么几乎我90%的媒体朋友和设计师朋友都用MacBook了 为什么小资白宁特别喜欢在星巴克用MacBook了 虽然苹果本的散热不好 接口不全 很多游戏也没法玩 但闷心自问 我自己为什么要买苹果本了 第一它干净 MacOS系统的安全级别高 我自己从来用不上各种杀毒软件 也不会有各种恶心的弹窗来打扰你 第二它优雅 无论是工业设计上强迫症般的细节 还是每一个界面每一个图标都精心绘制 在一个消费品上做到了艺术品的用心 尤其是苹果的屏幕观感和音响效果 可以说是非常赏心悦目 而且一般消费者买了苹果本 基本上不用买蓝牙音箱了 第三它的高级感 这话说着大家可能不爱听 但事实情况就是你在星巴克也好 你和商业朋友协作也罢 苹果就是比大多数笔记本用起来有格调 第四特别保值 用个大半年卖掉也不会亏很多 虽然售价贵 但你真实的使用成本 其实是你一买一卖的差价 苹果虽好 但我不建议大家盲从买苹果 买不买MacBook首先要考虑到 你到底适不适合苹果 比如你很喜欢玩大型游戏 做一些大型的图形渲染工作 那么Windows的性能本更适合你 不然你买个这个苹果本 回来再装个Windows 玩英雄联盟啊 玩的也不爽 而且也闹笑话 其次要考虑的是你的经济实力 四五千 其实可以买到和苹果性能配置 差不多的性价比笔记本 所以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同学 就不要逼爸妈了 像我自己的聊基本 明月十次然也才四千多 而且我自己用的还可以 也比较推荐 那个要求不是很高的 家庭条件一般的大学生来买 当然 你还可以选择勤工俭学 用教育优惠买MacBook 至少能省一千左右 还送原价2789的Beats Studio 3 而且至少三七免七 你可以让爸妈支持你五千左右 剩下的五千左右 你自己给自己挣 关于机型的选择上 文科专业只有打字等轻度需求 对续航要求高的朋友 可以买Air 因为你满世界跑 这些1.5千克的重量 实在是太友好 而对做图渲染啊 对吧 对游戏啊 对一些 或者你想做视频啊 做正媒体的朋友 那么至少我建议Pro起步 其实它们两个重量的差别 只有120克 所以如果不在意这120克重量的朋友 甚至可以觉得 可以更重一点的朋友 那么我更建议买Pro 甚至是15寸的Pro版本 Air的性价比并不够高 苹果的产品呢 就是有一种低配版性价比不高 那加点钱更值 但越加越贵的感觉 以上就是这期可能简陋 但是作为一个MacBook用户的真心化 觉得视频还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收藏 投币转发 没关注的朋友 还可以点一个关注 我是沐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